哎呀 今天直播的人气怎么回事 怎么那么低啊 你别管人气了 你这个帽子你以后再别戴了 你头太大了 都给我撑坏了 哎呀 撑坏了 再给你买 你别叨叨一个帽子 说正事呢 谁知道呢 你刚开始直播 刚开播 然后就五六百人就上不去了 就感觉跟砍那似的 不往上走了 一直就那个人数了 直到我们连麦打PK的时候 哇 人上去了 对 这个东西啊 就阿兰姐说的了 诅咒的了 咋了 我说啥了 你成天说 哎呀 你这个自媒体到平静期了 你快黄了 正是你说 你都是怨你 那你会不好 说话那么利用 那我让你就买个产品中五百万 就是你的嘴就没啥事 别老咒咒我了 这个自媒体黄 我黄了以后 我师父黄了 你徒弟也凉 找我干啥啊 找你自己的原因 所以说现在咱这个自媒体生涯到平静期了 必须要改变 改变开始 首先从一个相机开始 好吧 行 行吗 我赞成 因为这两个我也是关注其他大古国直播间 人家都是用相机 跟来这个手机完全是天地之哈 对 看出来了 确实让我看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 咱直播的时候 咱们三个在这个屏幕里边都挤不开 然后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相机的话 咱们三个就很宽敞 比如说咱三个四个都能挤开 是吗 对呀 起那个效果啊 当然了 三十一厅 那分 他这东西还有半幅画 全幅画什么的 我这两天可研究的东西 你来直播间看着可得劲的 可很苦的 反正直播间你说头碰头 脚碰脚的那种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有必要换的 反正你那有小金库呗 用呗 买就行了 我拿我的小金库买啊 那你拿啥呗 你小金库不就是留着投资用的吗 创业用的 对呀 买就行了 我也支持你买 买就行了 好好好 行 那都同意买 那我就买 我当这个师傅的 我就简单的就是说两句 我买这个相机的话 是不是都在户外播 户外播用谁的账号播 用你的账号播 用你的账号播 张你的粉 然后呢 我还投资相机 你站住点 给你 为你的大舞台 就行了 量身定制的 对不对 你看 我要自己我播的话 我就在室内播了 是吧 因为也有我一部分那个 对 就是你上道就行 刚开始咱先买个一万块钱相机 再花个五六千块钱 再买个镜头 就出来那个笑话 就像我上次的小白眼 只会去跳个笑话 对对对 还得再买这个灯光 还买那个采集卡什么的 就是这一套设备 反正咱们也得 抓两万块钱花 咱买好的 好吧 我拿两千 剩下来你想哪一碗 你拿两千 两万你拿两千 对 主要是你用嘛 你用的多嘛 谁用的多 谁呢 不用了 不用了 户外啊 手机播也挺好的 户外播不行 户外 你不是说刚才说买吗 户外就夏天户外 也不知道能播几次来 那剩下都是户内啊 户内播都是你播啦 都你用的多呀 你这个人吧 然后刚才说买的时候 买买买 然后到军工院你掏钱了 然后又开始了 不买了 我用不上我感觉 怎么 都是你用 还你用不上 你户外是不是都是你用啊 户外夏天都很快就过去了 要播不几次的 就江九波就行了 那模糊就模糊呗 就这个风格呐 看来就是模糊劲 就那样也行 江九波也行 我也没想发展的有多大 不用你花钱了 我买行不行 你也别买了 你买了 因为我还欠人钱 你不要 就是不欠人钱 我不用你不白买的吗 那你买了你说我用 我还欠你的 不欠了 就是免费给你用 行不行 不用 那后点提 该用一样东西 我给你开个玩笑 你看你害怕了 行 不管你给我赞助不赞助 我还没指望你给我赞助 反正就是这个相机 我拿小金库买也好 然后亚里哥 拨这款买也行 不用你一帮钱 行吗 那这样 我让新广哥赞助吧 我还没钱 不用 那新广哥赞助 他那人可能也有 不用 就渴着我一个人磕吧 没事 相机都无所谓 谁花钱都无所谓 都是一家人 是吧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咱现在自媒体 我到平静期了 如果说突破这个平静期很难 能突破过去 可能就是大 就是说随意发挥 就往海里冲 如果说 这个平静期 一直在平静期 时间长了 就憋死里边了 就卡搏了 就卡搏了 卡在那个瓶口 那个意思 对对对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叫平静期嘛 就卡到瓶口那了 现在瓶口 你还在瓶子里边啊 你还是不行 就是突破平静期 突破平静期 突出去 但是现在就是像 那个瓶塞子似的 但是没有人扒担啊 所以只能咱自己往前拱 就是那种 所以说咱们三个一起拱 好吧 一起拱 把这个平静期 突破它 好吧 那我有一个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大胆的想法 我招徒弟 你招徒弟 这很磕磕巴巴的 能招徒弟 会教吗 会 我是这么想的 你想像一些大主播 人家都开始招徒弟了 因为我现在也有好多人 我想想收不住徒弟 我什么人 我现在想好了 我收 而且我收徒弟 我不要一毛钱 我免费教 对 但是我招 才一主播 要不你会唱歌 要不你会跳舞 但是你会的啥 要你会 武术 散打 这样都可以 剪视频 拍摄 一些直播的一些东西 我都可以交给他 这样咱就是开直播 什么的 然后有新面孔 有新歌曲 有新的互动 他可能会突破这个平静期 咱们二次以后 咱就上户外直播 把咱招了这些徒弟 这些会才艺的什么的 咱编排成一个有趣的一个节目 借助力量 一起把这个平静期过去 这个东西是互补的 他找咱学东西 他不用掏一毛钱 想学啥 咱教的啥 咱只要会的 都可以交给他 他出才艺 互动 一举双得 一剑双雕 他也有好处 咱也有好处 他出去以后 他直接 他自己都能播了 这是其一二十多 咱能跟他扎着人气 他经常跟咱直播间里边 唱歌啊 跳舞什么的 然后他比他自己这么播的话 长粉长得要快 最起码他跟我学的话 我能让他少走很多弯路 能行吗 谁跟你学呀 咱直播间就千二八百人的 又不是人多多的 谁能看上你啊 那可不一定 我感觉小贾这个想法挺好的 你知道怎么了 你很多小白 如果他去找大主播的话 人家也不惜要他 对不对 他只有找在那这种小主播 先学着 一步一步一步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往上走 可能一下早 大主播 人家就会带你 你找人家大主播 人家让你加工会 对 你到时候你直播挣了钱 你得分给人家钱 咱这还不用 咱这就是我教你 你翅膀硬了 你自己就走就行了 你飞就行了 对 放自己大单飞就行了 是 你看现在很多报课了 给你发一些资料乱七八糟的 学去吧 学工给拉倒了 对 找不着人了 这样子咱可以手把手教他 对呀 那人家就想光学剪辑呢 你教不教 人家没有才艺呢 人家广市要拍视频呢 人家不直播呢 那你你这会的才艺啊 你不能说我这边 我啥都交给你 你你你不帮我呀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互相的 包括考试嘛 对呀 考试他合不合格 成为你的徒弟 对呀 咱要的是咱这个团队壮大 人不同的新鲜面子好 对呀 我要的是这个 而不是说是要了 你啥不配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本地外地都行 本地外地都行 不管饭 不管住 学习都免费了 他自己吃住 他承担不了啊 那出来学啥呀 对 你既然要学习了 你就得付出 这段学费给你免了 你吃住就得自理了 那考核怎么考核呀 近的也有远的也有的 考核的话就是 像远的 咱可以说是连麦 唱歌考核 然后咱直播间里边 听大哥的 咱直播间大哥就说 好过行过 咱就给他过 然后直播间大哥说 哎呀不行 唱歌不好听 这样咱就不过 然后就近的呢 然后可以现场嘛 现场过来 然后来到工作室也好 上海边也好 直播二十人 是现场 对 我在想 一个人报名 又没有怎么办 那就是 大瞎了 那还没办法 三位 亏得我有点才艺 要不然 他们都不能 说我为徒 梦的声音 将我唤醒 天涯海角 不停追寻 曾多少次 想要放弃 又不甘心 又不服气 梦想之地 梦想之地 不满情景 忍着疼痛 也要继续 没人懂你 没有关系 不过路上 多分孤寂 向前冲满 你总要面对风沙 不要害怕 月亮会带你回家 妈妈的话 时刻都不要忘了 任性复杂 凡事都做个傻瓜 向前冲满 你已经情乎难下 时间风大 摇摇摇就过去了 难过的话 将听听这首歌吧 委屈的话 都藏在心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